对于蓝白河可能破局的传言 侯友宜回应表示 尊重柯文哲的选择 也有台媒爆料称 柯文哲有可能在周三参选登记 侯友宜阵营也已经做好应变准备 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针对日前 柯文哲喊话说 要以民众党候选人身份选到底 被台舆议分析 暗含蓝白河可能要破局的意味 侯友宜方面回应称 尊重柯文哲的选择 无论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我们都尊重柯主席的决定 我们一定会团结在一起 坚定自己该走的路 最后会赢得胜选 另据台湾东森电视台报道 柯文哲阵营有可能在周三参选登记 因应局势变化 国民党2024参选人侯友宜 也已做好备战计划 最快23号完成登记流程 我们现在就是紧入密鼓的筹备当中 有任何定案都会尽快跟大家报告 蓝白河是全民的最大公约数 但是国民党被玩到这个阶段 我想应该要觉醒 基层大家都说 国民党应该走自己的路 此外国民党方面也有声音表示 还是希望蓝白能够好好沟通 不要辜负台湾民众期待 其实大家还是希望双方能够 用诚意跟善意 而且运用智慧 好好的沟通